17. 动物王国开大会 动物王国要开大会 老虎让狗熊通知大家 狗熊用喇叭大声喊 大家注意 动物王国要开大会 请你们都参加 一连说了十遍 狐狸奔来了 对狗熊说 你说一百遍 大会也开不起来 为什么 狗熊问 因为你没告诉大家 大会在哪一天开 是今天还是明天还是 狗熊一听 伸了伸舌头 做了个鬼脸 连忙说 哦 对对对 于是就去问老虎 老虎说 大会就在明天开 你快去通知大家吧 狗熊又用喇叭大声喊 大家注意 动物王国要在明天开大会 请你们都参加 一连说了十遍 一连说了十遍 大灰狼跑来对狗熊说 你说一百遍 大会也开不起来 为什么 为什么 狗熊问 因为你没告诉大家 在明天什么时候开 上午还是下午 几点钟开 狗熊 狗熊一听 说 哦 有道理 有道理 于是又去问老虎 老虎说 大会就在明天上午八点开 你再去通知大家吧 狗熊又用喇叭大声喊 大家注意 动物王国要在明天上午八点开大会 请你们都参加 一连说了十遍 梅花鹿奔来问狗熊 大会在哪开呀 你得说清楚 狗熊捶捶自己的脑袋 说 我怎么没问清楚呢 于是又去问老虎 哎呀 忘了说地点 大会在森林广场开 你再去通知大家吧 老虎对狗熊说 请注意了 狗熊又用喇叭大声喊 明天上午八点 在森林广场开大会 请大家准时参加 一连说了十遍 这一次大家都听明白了 第二天上午 动物们都来到森林广场 准时参加了大会 明天下午